老铁们不要慌 北约参谋长已经道歉了 承认自己是童言无忌 他的领导贝格也表态了 说北约绝对支持到底 我军一个火力侦查 就把那些憨头憨脑的营销号全炸出来 德国的金牛座导弹已经在路上了 书哥的意思是不要轮太猛 我说没问题啊 你们会员全线设好就行 我只打前线战场 莫斯科就留给我的我爱无人机计划 慢慢雕琢 昨天俄罗斯有两个将军都意外身亡 一个在家里 一个在监狱里 你们看这叫什么事 堂堂的将军说死就死 在俄罗斯 只要你一个眼神不坚定 下场就是苏洛维京 立国大功也不行 人人战战又津津 就这状态能打赢 再看看我们这边 上下其心三军用命 每天前线都有新的英雄 收到我快递的奖章 高级将领还有更尊贵的礼遇 7月27号 我亲自送扎总一把手枪 这都是上过新闻的 在我们乌克兰打仗 虽然危险程度是一样的 但是氛围好 不压抑 活得舒心 死得开心 霍尔松地区 有意投奔的俄军兄弟 你们可以在晚上2点到4点 从地念薄荷游过来 头上顶两根毛就是暗号 会有人力资源部的同事 及时接应 还有一个消息 卢布已经跌得 普京都不认识了 外国货 俄罗斯人恐怕是 永远也买不起了 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 顺势者昌 逆势者亡 现在以我义父为首的 一帮正义之士 对俄罗斯的贸易 进行了全面的制裁和封锁 他们社会的崩溃 是必然的 听说微软也走了 再下去 普京地宝的互联网也要断了 他们正稳步迈入原始社会 所以说 当今的俄罗斯 就如同一具巨人的尸体 虽然还有些余热 但也是行将就木 胜利属于乌克兰 哦 最近我在售卖薯片等一些农产品 价格都非常优惠 如果评论区的链接没了 那就是被黑海舰队击沉了 反正我置顶动态里一直有 感谢大家的支持